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乔社新闻 我是黄静怡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你来关心 台湾书法家杨玉如 结束在巴拿马巡回各展 下一站抵达洛杉矶 洛杉矶台湾贸易中心 特别举办一场见面会 除了展出多幅书法作品 杨玉如也与乔胞结善缘 在善子上为来宾挥毫提字 希望透过这次巡回展 让中华文字之美在海外传扬 刚结束巴拿马各展的 台湾书法家杨玉如 来到洛杉矶巡回展出 洛杉矶台湾贸易协会 特别为他举办一场 书法辉豪见面会 现场除了展示多幅雅致的书法作品 杨玉如还和洛杉矶侨胞广结善缘 准备了善子一一辉豪提字 送给大家纪念珍藏 我觉得非常非常荣幸 也非常开心能够把我们的书法文化介绍到 其实世界各个角落 不管有中国人也好 或者是外国人 我真的诚心奉上我最诚心的祝福 就是用我的书法 用我的每一颗心 我写的每一个字 我都觉得很感动 有这么多朋友对我的支持 杨玉如师承薛平南书法家 钻研书法艺术十多年 随着夫婿外贸协会秘书长赵永泉 先后远赴荷兰非洲和墨西哥居住 借由书法结交许多朋友 也点燃海外侨胞朋友对书法的热情 台湾贸易中心主任严慕松 和南加州中华民国高尔夫球联合会 前会长廖兵纯 共同致赠奖牌 感谢杨玉如传承中华文化的努力 台湾宏观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